我想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在美國隔除 排除這個大疆的供應鏈之後 臺灣的角色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國際連結當中 這一次我看到 你邀請土耳其的 這個無人機隊 帶臺灣協助救災 那臺灣跟土耳其有沒有嫁接的機會 包括捷克現在很希望 上次縣長也去了 我們在國際結盟在分工合作上 臺灣有沒有新定位 我想土耳其他 並沒有什麼出名的大軍艦 出名的戰鬥機 可是他的無人機 自從俄乌大戰以後 高加索大戰爭以後 就文明全世界 現在是幾十個國家排隊 不一定買得到 那這就是一個國家的選擇 以土耳其跟以色列來講 針對你國家 要怎麼樣發展你防衛的武器 那你可以去選擇 比較不對稱的戰力 也就是說 他可以在無人的系統 那這特別對很多國家 在少子化 未來老年化 那也需要把人員做生命 比較安全的保護 這就很重要了 他們眼光也很遠 那土耳其像他們 或是歐盟很多國家 過去也跟中國 不希望把臉扯破 他也用了蠻多 以深圳為中心 幾千家的供應商 可是現在地緣政治一開始 開始打開戰略信息 他們要開始思考 哎呀 我不能夠把我未來的這個無人機的妥善率 被中國影響到 甚至我還要賣到其他民族的國家 上面也不能有紅色的供應鏈 所以這個已經從印度 我們看到了 從土耳其 從英國 法國德國主力的國家 再到中東歐的捷克波蘭 那整個這一條戰線連起來 他其實就是一個新冷戰的結構 就是要互相傲援的 當中國俄羅斯 伊朗 北韓 統統都夾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有他自己的供應鏈 而其他人 比如說必須要想辦法 在很短的科技競賽 或是我們說 軍備競賽上面 在無人機怎麼樣把它打開 能夠找到一個品質又好 具備大量的製造 在研發上面 所有的生態供應鏈 都逐步能夠齊全的 這就是台灣 而台灣呢 是被認為 非紅的轉換這個部分 這不是台灣選擇的 而是全球共所矚目 看到它 是個可能的機會 那接下來就看 我們國家的政策 怎麼帶領 以及業界的速度有多快